坚实心如金刚 未出家前的殃爵摩罗 因悟信杀人取纸 能够升天得解脱 所以伤人无数 他杀人后 将其纸头串联成项链 佩戴在身上 人们对于他的凶残 既畏惧又痛恨 给他取一个外号 名为纸漫外道 央觉摩罗后来受到佛陀的教化 成为一位修缮的比丘 但是当他和其他比丘入城起时 民众仍忘不了他做过的恶行 因此向他直吐头时 称骂羞辱 每天 央觉摩罗总是衣衫污秽破碎 脸上残留着斑斑血迹 有一天 佛陀把他换来 慈悲地安慰他 央觉摩罗 你必须安忍不动 要欢喜信寿 你先前造下的恶业 一直如今勤修的善法 就像原本贤苦的水注入清水 日后必成甘美解渴之水 又如突破云层覆盖的月光 将照亮你的心 使你走向正道 以前种下的罪业 要以洁净的善业偿还 待乌云散尽 将看到光芒四射的月光 照亮自己 也照亮别人 杀人的央觉摩罗 因信解经教 心如大地 不动不摇 于是 从杀人的指慢外道 修成正果的大欧罗汉 赴此 须菩提 若善男子善女人 受持读诵此经 若为人清见 世人先是罪业 应度恶道 以今世人清见故 先是罪业 即为消灭 当得欧鸟多罗三秒三菩提 佛陀对须菩提说 一心修持读诵此经 若是不得人天的恭敬 反而受人鸡骂或是清见 那是因为 此人先是所造的罪业很重 本应堕入三恶道中去受苦 但是 这人若是能在受人不断的清见当中 依然忍入羞耻 由于信心清静 就可使素业渐渐消灭 将来正得无上正等正觉 业 泛语 Karma 造作之意 是指行为 所作 意志等身心的活动 一般分为三种 即是身口意三也 业的性质 有善 恶 无忌 非善非恶三种 所造者为 忤逆十恶之罪业 将来必受地狱 恶鬼 畜生三恶道之业报 若造五戒十善之善业 将来可得人天等善道之福报 所谓业障或是素业或是现业 皆可账笔真如自信 在六道轮回之中生灭不已 没有休止 若能授持读诵金刚经 物波瑞妙智 知一切皆是幻笑 皆是虚妄 则不再随静转业 而能令静随人转了 深入波瑞 虚妄静静 所以说能静除夜照 法远元件禅师在未证悟前 与天一一怀禅师 听说夜县地方 归省禅师的高峰 于是同网寇餐 适逢东寒大雪纷飞 同餐共有八人来到归省禅师处 归省禅师一见即喝骂驱逐 众人不愿离开 归省禅师就以水泼向他们 把他们的衣入都打湿了 其他六人不能忍受 皆愤怒离去 唯有法远与一怀 整一夫俱 常跪齐请不退 不久归省禅师有喝斥 你们还不走 难道要等我棒打你们 法远禅师诚恳回答 我二人千里来此餐学 哪里是一勺水 就可以打发我们 就是用棍棒则打 我们也不愿离开 归省禅师便说 既是真来参禅 那就去挂单吧 法远禅师挂单后 曾任典座之职 有一次没有经过请示 就取油面做五味粥 供养大众 当这件事被归省禅师知道后 就非常生气地训斥 盗用常驻之物 私工大众 处以轻规则打外 并应该一元价偿还 说后打了法远禅师三十相伴 将他的衣物剥剧 估价后 等到全数偿还完毕 就把法远赶出寺院 法远禅师虽被驱逐山门 但仍不肯离去 每日于寺院房廊下立卧 归省禅师知道后 有贺斥 这是院门房廊 是常驻公有之所 你为何在此行卧 请将房租钱算给常驻 说后就叫人追算房钱 法远禅师毫无难色 就迟播到世界为人诵经 以化缘所得偿还 不久之后 归省禅师对众教是 法远是真正参禅的法器 让逊者请法远禅师进堂 当众付给法医 号原见禅师 三叶供养 能够转返脑为菩提的六度波罗蜜 其中忍入颤提波罗蜜 包括生忍 法忍和无生法忍 我们修行学道的时候 不免受到各种试探磨练 但是至坚至苦的磨练 是为了至深至久的幸福 且举一例说明求法的具体表现 密勒日八将山口一三叶供养师父 密勒日八西元1038至1222年的家乡 在后藏的贡堂 经西藏吉隆县以北靠近阿里的地方 父母在世时 全家靠着祖父遗留的田产 生活十分富裕 密勒日八七岁时父亲往生 在遗嘱中声明 所有遗产待密勒日八成年后继承 并请伯父姑母带为照顾他们的生活 然而 伯父和姑母不但霸占他们的产业 还令他们在库术中不停地工作 久而久之 村人也瞧不起他们 密勒日八的母亲忍入寒悲 直到密勒日八成年 没想到 伯父姑母索性将他们母子赶出家门 密勒日八的母亲充满怨怒 他教诫密勒日八要报复那些可恶的仇人 密勒日八在卫葬 很快学会了秘密诛法 咒杀伯父的儿子 媳妇亲友等共35人 为了怕村里的人报复 母亲烧信要密勒日八降薄 毁坏和苗以吓阻他们 于是他再度降薄 打毁全村庄稼 但是本性善良的密勒日八 充满罪恶感 他决志奉献全部的生命 跟随马尔巴上师修习正法 以寻求解脱 马尔巴上师给予密勒日八百般试炼 先是对密勒日八说 去建造一间装金书的食物 建好以后再传法给你 房子建了一半 上师说 我事前没有考虑清楚 这个地方不好 应该到西方的山头去建 密勒日八只得把石头木料一一拆下 背到西山上去盖房子 盖到一半 马尔巴又说 错了 应该盖在北方的山顶上 而且是三角形的 带密勒日八重建的三分之一 上师又说 这房像修租房的坛城 拆了吧 三番两次的拆建 密勒日八的背早已磨破受伤 痛苦不堪 但是上师要求他 改盖一座四方形的九层房子 密勒日八日以继夜赶工 上师的三个大弟子都来帮忙搬石头 上师知道了 要密勒日八把别人搬来的石头拆下 他说 这栋房子的每一块石头 木料都必须由密勒日八亲自完成 房子建好之后 密勒日八怒气冲冲地把密勒日八赶出去 说 你的供养呢 你以为建了一座房子就了不得了吗 密勒日八为了供养上师 四处脱拨 换了一个四方大铜灯 拿来供养上师 希望上师尽快传授大法和口诀 马尔巴上师却命令密勒日八下冰雹 到蜀大和令八两个地方 之后 待他再度向上师求法时 马尔巴竟然说 你若是能把蜀大和令八的庄甲恢复 我就传法给你 密勒日八感到十分羞愧 伤心欲绝的密勒日八 因为不能求得大法而痛苦万分 师母含泪安慰他 偷出马尔巴的红宝石印信 连同纳诺巴大师的身装研 上师身上所用的事物 交给密勒日八 并未造一封信 让他网见马尔巴大徒弟厄巴喇嘛 厄巴见了上师的印信 立刻传授喜金刚的大罐顶 和秘密口诀 可是没有马尔巴的印可传承 无论如何精进修习 总是不能获得相应 不久 马尔巴令厄巴和密勒日八 去见他 他大发雷霆 怪罪师母和厄巴 马尔巴怜悯地说 我为了消除密勒日八的罪业 以百般试炼令他苦恨 他的业障在过去的八次大苦恨中 已大部分消除 现在我要为他加持 传授灌点口诀 让他好好修行 在场的人都感动落泪 同时也为密勒日八欢喜 密勒日八视线佛由人成 只要有决心 出离心 耐烦心 并与菩提心相应 人人皆能成佛 密勒日八尊者 对上师真诚信服 刻苦精进修行 终于能消除深重罪业 完成菩提道业 就像《金刚经》开始不久 须菩提即从做起 偏袒右肩 右膝着地 合掌恭敬 如此身口译三叶清静地 供养佛陀 恭请佛陀宣说大法 《金刚经》本从日常生活开始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最好的修行 就是每天行三叶供养 一 身供养 做好事 二 口供养 说好话 三 易供养 存好心 卿体供养 是不是 感谢观看